母母 娘不会死了吧 死是她抱怨 谁让她先容下爹 还要把咱们牵去卖了 你们快过来 帮帮收她身子 对对对 咱家所有家当都在她身上 可不能让她醒来卷走了 睁开眼睛 看见了身边 围着蓬头垢面 神灼破烂 骨瘦如柴 双龙双凤四胞胎 她们小名分别叫青木水火 金姐 我的眼睛好像出问题了 我也是 我怎么看见娘眼睛正 正 正盯着我看 金姐 情况不妙啊 金姐 快跑 爹爹 婆娘要卖我们 这是哪儿 她不是死了吗 宋锦清楚记得 自己带队抗震救灾 可就在救人的危急时刻意外发生了 脑浆崩裂 并且时温三小时以上 即便她自己是军医 有自救的本事也难逃一死 一段不属于她的记忆 恰在这时强行涌入她的脑海 原来她穿越了 穿成同名同姓 大后国吉安府 辅香县田西镇萧家村 秀采萧衍之的原配 金木水火的养母宋锦 一个月前 本就干旱两地的西北地区雪上加霜 突如其来 夜半一场大地震 吉安府正处西北地区的镇灾中心 原神命大 因为被萧衍之推了一把 才没有被活埋 萧衍之却因原神耽搁了时间 被坍塌的房子砸断了双腿 导致下身瘫痪 自大夫断言萧衍之会一辈子瘫痪后 逃荒的一路上 原神千方百计 想着如何摆脱累赘 最后 他想到了办法 那就是选走户籍 抛弃瘫痪相公 把四个脱油瓶当成人生 卖给人牙子 换取逃荒粮食 原神以为奸计会得逞 不料 四个脱油瓶一个比一个聪明 毒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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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吼的男人 正是腿断不能动 并且刚烧昏迷两天 刚醒来的便宜相公 萧衍之 得知宋锦不仅盗去他藏在身上的户籍 甚至还将金木水火骗走 当成人生卖给人牙子 顿时被气得连着三个毒妇爆出口 唉 二郎啊 你仔细因子 怒急攻心 赏情恶化 至于你那媳妇 跑了便跑了吧 一个女人没了户籍 沦为流敏 且看她下场如何凄惨 爹爹 煞时 竖道视线顺着木木手指方向 齐刷刷落在十几米外的宋锦身上 你还回来做什么 宋锦下意识往人群中望去 这一看 险些看出神了 他没想到 便宜相公长得这么好看